太多的烦恼 心都交的材料 你一个微笑 我宁愿什么都不要 心有未了 爱很难了 我没有绝招 只有命一条 我都不了 一了百了 不要假装 只要真逍遥 我要公道 天空地道 付出值多少 会保护重要 我要公道 没有公道 纠缠的感情 难道能够 靠全都拥抱 不, 不, 不 唐大夫 唐大夫 早安 早安 那姑娘, 蘭香 这些又来了 是呀, 唐大夫 你不记得了吗? 昨天我们答应过你 以后拿一些好吃的东西给你 这些是你们跟我做的红油炒手 是呀, 蓝香知道你喜欢吃辣的 还放了很多辣椒 是呀 狗姑娘 我当初只为你们 只是为了要我帮娘赚手 才帮我煮好吃的菜 想不到你们真的这么受信用 唐大夫, 当然了 我狗姑娘是最讲信用的 好… 不如你们也坐下 我们一起吃吧 好… 坐 蘭香, 你也坐 唐大夫叫你坐, 你就坐吧 是, 小姐 蘭香烤的馅烤了很久了 是不是, 蘭香 是呀, 皮一定要薄 这样入口才会松脆 请 唐大夫, 你来佛山 定居大概有多久了? 差不多有十年时间了 那你来这里之前一直在京城? 自从我十四岁离开之后 就一直到现在都没回京城 这几年来, 我四处奔波 都是靠行医维持生活的 近几年才安定下来的 唐大夫, 你的医术这么高明 一定是剪成父业 那你的爹也一定是毁明医理 不是, 我爹是个很穷的农民 在我七岁那年, 他得到一个急病 死了 唐大夫, 你的这么高明医术 是跟谁师父学的? 我…我有点不舒服 这点自扁 自扁… 唐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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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人生来, 千万不要暴露你的身分 小堂子,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这个要求? 小堂子不会辜负太医所托 一定会全力照办 不要 真是想不到 这个佛山明医以前的身分 竟然是个前朝太教 一直都有传闻 皇宫里面太医的医术心得 但是, 自从清朝灭亡之后 我想一定落在唐氏元手上 高明, 你觉得我应该用什么办法 来对付这个前朝太监呢? 龙老爷, 我不敢乱出主意 龙老爷, 唐氏元的事就交给我去做 好了 胡老弟, 你有办法? 收了你的钱, 我一定会帮你搞定 唐氏元在佛山这么多年 深居简出, 很少跟人接触 我想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的过去 龙老爷, 我想到一个办法 可以逼他出来 好啊, 胡老弟 那这件事, 我就拜托你了 好, 那我立刻去做吧 龙老爷, 胡文信不信得过? 信得过? 好 高明, 你这么努力地为我卖命 为了什么? 为了小翠 而且实现我很多目标 目标? 回鄉下建一间屋子 養鸡胃鸭的下半世 这就是你的目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可以得到比你想要的更多 更多? 是 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人说过 永远都要把目标定得给自己需要的更高 你想要一间屋子吗? 你就在心里跟自己说 一定要一座别墅 这种贪心 就是人粉法向上的动力 好, 几个月前 我只不过是个小乡 否则多得龙老爷 我也不会有今天 人的胆量 是在实践中慢慢壮大的 明白吗? 是, 龙老爷 好 九姑娘, 帮我拿热包来 好, 马上来 阿彪, 要一个热包 好 麻烦你 姐夫, 热包 谢谢 你以前的肩膀是不是伤了? 没什么事 我想是天气变化 那些狗幻伏法而已 对, 九姑娘 替我拿些油甘叶 九姑娘 替我拿些油甘叶 好, 小姐, 赞老爷 今次不得了 什么事?阿兰香 刚才我送发给唐大夫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围在他家门口 好像有事发生似的 有这样的事? 我去看看, 阿花 是 替我和这位叔叔, 夫仔脱一样 好 我们走 好 走吧 大夫 怎么会这样的? 展哥, 小心点 唐大夫 救命呀…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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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大夫, 你怎么了? 唐大夫, 你坐 你来 你们看 他在带家门口 他在带家门口 他们在带家门口 你們在說甚麼? 你們恥笑一個人過去 你們會覺得很開心嗎? 你們知道嗎? 唐大夫不知救過你們多少人 現在你們取笑一個幫過你們的人 你們不覺得周子嗎? 唐大夫的脾氣雖然怪一點 但是去佛山始終是有貢獻的 你們今天這樣的態度 我對你們真的很失望 唐大夫,對不起 對不起,唐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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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師傅 唐大夫 很感謝你 以前是我誤會了你 梁師傅,以前是我不對 唐大夫,你千萬別這麼說 唐大夫 好,不如我們回贊生堂才再打算 好… 好吧 走開,別妨礙你 你沒什麼? 霍師傅 霍師傅,你現在是老闆身邊的第一紅人 以後有什麼事記得關切小弟 行了… 真是龍油淺水,遭蝦戲 古樂平壤,避犬戲 來吧 胡大哥,這邊請 好 龍老爺,胡大哥來了 龍老爺 我問,對付唐氏元的事,弄得怎麼樣 對不起,龍老爺,失敗了 為什麼? 我沒想到梁棧突然出現 把唐氏元救了 現在還收留他在鎮生堂 梁棧?又是這個梁棧? 看來這個梁棧一日不脫 我們就沒有教好份 龍老爺,要對付梁棧 這個梁棧的武功這麼高 我們又怎麼能對付他呢? 所以我們不可以跟他有正面的衝突 只有等他的弱點徹底暴露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下手 梁棧的弱點? 龍老爺 鎮東,你找我有事嗎? 我想跟你單獨聊聊 告明,幫我送胡老爺出去吧 是,龍老爺,那我先走了 好 胡大哥,請 鎮東,來 鎮東 找我有什麼事?你說呢 龍老爺,我已經休息了一段時間 傷勢已經康復了 所以今天看看龍老爺你 有沒有要我幫忙 那你的手的傷已經康復了嗎? 康復了,你看,已經康復了 動得很好 好了…鎮東 鎮東,做人不可以逆天而行 逆天而行? 那天要你的右手從此殘廢 用高明來取代你 那也算是順應天義 鎮東,你何苦逆天而行呢? 龍老爺,那個高明是我的徒弟 論功夫和經驗,我總是比他好 龍老爺,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一定可以證明給你看 我是比他強的 好,你不相信我… 好了,鎮東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無論你多不甘心 事實始終是事實 鎮東 龍老爺,你是時候退隱了 師父,喝了一堆身體露 我幫你泡一杯深茶 你喝吧 你喝吧 你針茶給師父 我用一隻手指去看給我 你站住 你別以為自己 跟我學了兩三天 你的三腳貓功夫 就以為自己很厲害 你的三腳貓功夫 你有無有益 搶我的位子 你這叫做欺師滅祖 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徒弟 我今天就算殘廢了 我也照樣要打醒你 我去做欺師滅祖 我去做欺師滅祖 去做欺師滅祖 我去做欺師滅祖 別吵 救命, 你給我過來 是 六老爺 救命, 來 他只遇到封寒, 要戒口 應該沒什麼問題 徐叔 是 好… 約, 麻煩你 阿財 老爺, 有什麼事? 今天初一, 我想拿點錢 好, 早就準備好了 老爺, 每個月你都拿筆錢 為什麼呢?有什麼用? 阿財, 你什麼時候學吃這麼多事? 我隨便問問, 多口問問 看著店, 我先出去 喝杯熱茶, 吃一塊合桃酥, 吃一塊合桃酥 怎麼了?小姐, 你是不是有心事? 沒什麼事? 沒事 喝茶? 喝茶 有心事就說出來吧, 我在心道很辛苦 就是說, 你說出來, 我也可以幫你分擔一下 吃一塊合桃酥 你知不知道, 姐夫他每個月都會在帳房裡 拿走一筆錢 那或者, 他是用來多謝窮人呢? 你知道了, 賺到爺爺很好心的嘛 我就是覺得很奇怪 再說, 我和姐夫暗示過很多次了 他一點反應都沒有 我看這件事另有內情 另有內情? 你說來說去, 我都不明白你在這裡說什麼 你趕快說吧 我懷疑, 姐夫在外面另有家室 不會吧 陳老先生, 你請 謝謝… 陳老先生, 請坐 請 盧老老闆 不知道今天取什麼福 把你這個大亡人出來這裡請我喝酒 陳老先生 你在我們佛山是有名的賢達 我龍某在這裡下腳應該經常拜訪才對 但是這幾年, 我的生意實在太忙了 所以直到今天才有時間 和陳老先生在這裡把酒熱歡 陳老先生, 你千萬不要怪罪晚輩 龍老闆, 你太客氣了 好…來…陳老先生, 請… 好… 好… 陳老先生, 我這次出門 有幸見識到這棵千年野生靈芝 我知道陳老先生喜歡它 所以故意買它回來, 請陳老先生少納 果然是真品 是… 龍老闆 陳某怎麼可以無緣無故 收你這麼重的禮 陳老先生, 你千萬不要客氣 我龍某在佛山下腳多年 一直盛蒙你的照顧 好, 這裡區區的一棵靈芝 又怎麼能代表我對陳老先生的敬意呢 陳老先生, 請你一定要收掉它 好… 那陳某做, 卻之不恭了 客氣… 盧老闆 不知道陳某有什麼地方可以代勞呢 老前輩, 真是老前輩 老前輩, 真是老前輩 實不相瞞, 我這次拜訪陳老先生 是有一件事想借問一下你這位老佛山 好, 龍老闆, 請說 我想向你打停一個人的事 誰? 佛山賺先生, 梁賺 梁賺 是, 我想知道他的事 公明, 你跟著我已經這麼久了 早就應該知道我是做什麼生意的吧 我知道 你是個聰明人 不像你師父那樣, 惡於鋒芒不露 你小小年紀就這麼沉實內臉 難得… 龍老爺過獎 我喜歡找你了, 龍老爺過獎 是, 龍老爺過獎 我去獎勵, 龍老爺過獎勵 你不得了, 龍老爺過獎勵 你真是否不見了 你真是否有獎勵 我沒得了, 是否有獎勵 你真是否有獎勵 你真是否有獎勵 龍老爺想知道梁讚的過去 陳老先生說了這麼多梁讚的歷史 你認為哪一部分最重要? 聽陳統剛才所說 梁讚年輕時跟他勢君力敵的對手 一個是常君雷 還有一個是甚麼?小王爺 常君雷下落不明 我們只可以找小王爺出山 來對付梁讚 高明,你果然是聰明 說到武功,你可能不及你的師父 但是說到智慧 你就比你的師父強很多很多 龍老爺過獎 高明,你再想一想 我下一步打算怎麼走? 我不敢亂想 不過我們是不是應該 先查出小王爺的下落? 好 好…我們走吧 來,喝點水吧 他要喝點水,給不給他? 給他喝吧,別那麼小器 好,給你喝 喝吧,喝吧 喝吧 他生氣,只是跟他玩而已 對 按他的頭 來 來,你喝吧,喝吧 喝吧 喝吧 敬州不喝喝佛酒,給他喝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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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緯圖一般見識 打他爭就要骯髒手,浪費力了 佛山一流的高手 龍營魔橋的掌門人 豈不是找這裡,忽然一個 怪就怪你自己的命生得不好 看你還能撐多久 龍營魔橋,等死了 走,去喝酒 龍營魔橋,你怎麼打聽到小王爺在監牢裡 你怎麼打聽到小王爺在那邊呢 救命啊,才可以通神嘛 要想打聽一個曾經鼎鼎有名的武林人士的下落 對我來說不是一件難事 小兄弟,我們是來想見小王爺 麻煩你通融一下讓我們進去,好嗎 現在不行 我的兄弟正在檢查監房 暫時不方便 小兄弟,你看看我們都來了 沒辦法了,麻煩你通融一次吧 好吧 謝謝 謝謝 高明,你幹什麼? 龍老爺,我現在才知道錢原來如此重要 小王爺,這位就是我們的龍老爺,龍金聖 小王爺,幸會… 高明 龍老爺,你怎麼找我有什麼事? 小王爺,你在這裡也很久了吧? 逐五年 究竟因為犯了什麼事? 因為有個人侮辱我,我將他打到終身殘廢 人家用說話侮辱你 你就將人家打成終身殘廢? 小王爺,那這個人究竟說了什麼 令你大動肝火呢? 因為他在我面前,曾經稱讚過一個人 那這個人,一定跟小王爺有深仇大恨 小王爺,請說吧 二十年前,我在佛山 是一個武術高手,龍營魔橋 師父,任何對手一聽到,都聞風喪膽 在那時候,我要風得風,腰雨得雨 前途一片光明 只不過我輸了一次 整個世界都不同了 我被師父捉出師門 師兄弟對我冷嘲熱風 就是因為這個人 他令我家破人亡,妻離自殺 龍老爺,你說 我應不應該憎恨這個人? 小王爺,你現在所說的這個人 是不是佛山梁棧? 你認識梁棧? 認識,認識 那你還來找我幹什麼? 小王爺,我龍某一向佩服 像小王爺你那樣的高手 我知道你是因為一些瑣碎的事 而被混在這裡 龍某覺得非常可惜 我問你,想不想重出江湖? 龍老爺 你有辦法讓我藏出江湖? 我只是想問你一句 想還是不想? 只要我可以離開這裡 第一件事就去找梁棧 去算這筆斗漿 好 小王爺,我們一言為定 你們幾個要用心打掃 是… 我們贊新唐的醫館 一滴塵也不可以有 是的…知道了 那就快點去做事吧 是… 老爺 老爺,又要出去嗎? 是的,替我收拾幾包小儀冠茶 我要帶出去的 好…等等,老爺 老爺 老爺,我出來了 好 梁師傅,你好 你們好… 梁師傅 各位好 我出來了 老爺, вам好想怎樣 似乎 shops 我愛你 我愛你 舊運 来了 来了 你来了 我飽到了 小姐, 你去哪兒去了? 我找你找得很心急 沒了, 什麼都沒了 什麼都沒了, 你說什麼? 你不會明白 你不說, 我當然不會明白 蘭香, 你知不知道 梁碧桐娘還有一個弟弟 你是說碧少爺和春少爺有個… 你是說贊老爺在外面有女人? 還有兒子嗎?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但是我親眼看到的 那有什麼可能? 不相信 好吧, 小姐, 你也不要太難過了 不如…不如我們去問財叔 我想他一定知道 這件事可能不是我們這麼想 好嗎? 好 好, 那我們走吧 今天真的喝得開心嗎? 是的 下次再喝喝吧 好 站住 好 是你?你什麼時候出來了? 這層不用你管 總之今天, 我恢復自由了 那你想怎麼樣? 你們不是很想見識我的龍形魔橋嗎? 我現在給你們機會 怎樣?你們怕嗎? 我怕?我怕什麼? 上次當你做狗一樣打 這次也一樣 好, 那你試試吧 來 是人家是狗還是我是狗? 想不到小王爺的功夫比師父更厲害 好 老爺 怎麼樣?阿察 你回來了 狗姑娘, 發生什麼事? 老爺 姐夫, 你對得住我姐姐 我對不起秋娘?我做過什麼? 賺老爺, 這次我也不幫你了 你真的不太對 我不對? 狗姑娘, 你說清楚一點就好 姐夫, 你為什麼要瞞著我們 在外面取田房, 還兒子也生了 我取田房?連小孩也生了? 小王爺, 你們有沒有搞錯? 財叔已經跟我說了 你每個月都會在這裡 拿錢給那對帽子, 不是嗎? 是呀, 那又怎麼樣? 我剛才親眼看到, 你去探望他們兩個 總和他們很親眼 你… 姐夫, 這件事到底是怎樣的? 你跟蹤我? 你不要理這些了, 你給我解釋清楚 狗姑娘, 你… 我們老爺不是這種人 我才可以人格保證 這件事跟你無關, 我要姐夫自己說 是, 我是有付錢去 不過不是你們這麼想的 姐夫, 你還不是說清楚 你不想走? 狗姑娘, 我請你不要再問, 好嗎? 不要, 老爺不肯… 他不肯說當然有道理 這樣吧, 讓我幫你去問問老爺 氣死我了 你不是知道那對帽子住在哪裡嗎? 不如… 不如我們去找他們 多面問清楚 好 好嗎? 在這裡嗎? 嗯… 蘭香啊 啊? 你幫我敲門啊 哦, 好啊 好啊 啊, 真不一樣啊 我還是要去敲門啊 你自己敲門啊 我吧 也要敲門啊 吧, 也要我自己敲門啊 娘, 快點開門, 娘 你回來了?你們找誰? 事情其實就是這樣 老爺, 你別說我阿財多口 你剛才如果這件事 跟舅姑娘說清楚 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老爺, 老爺, 陳老爺 送我一張請帖過來 請問張某人的意思, 張某遲到了 貴人是亡 是, 今天龍老闆找我們來有什麼事? 你也不知道, 我們還以為你知道 我也不知道 陶師傅, 龍老闆找我們來有什麼事? 我不知道有什麼事 陳師傅,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龍老爺 人都到齊了嗎? 除了梁讚之外, 其他人都到齊了 各位師傅 各位師傅, 龍老闆 各位師傅, 龍老闆來遲了 要大家等, 不好意思 是… 請坐… 龍老闆,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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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各位師傅 龍某在佛山多年 一直都沒機會跟各位師傅相聚 今天各位師傅肯給我龍某 確是我龍某三生有幸 龍老闆太客氣了 各位師傅 好, 我們今天在這裡見面 除了彼此罪舊 我還想請各位替我見證一件事 不知道是什麼事? 是呀, 龍老闆開心見誠說吧 各位不要心急 待會大家就明白了 我先敬大家一杯, 來 請… 請… 請進來 阿花, 我姐夫呢? 她收到一張陳老人的請貼 說要去什麼?玉香樓 見什麼?王爺…小王爺 阿財, 這些環境你不要去了 你來這裡等我吧 那我在這裡等你呢? 請 各位師傅 梁師傅 師傅… 梁師傅 梁師傅…幸會… 那下一定是龍老爺了 在下正事 梁師傅, 請坐… 請坐… 來… 大家坐 請 張師傅 張師傅 不知道陳老師請我們來有什麼事呢? 這層我也不太清楚 梁師傅, 請稍等一會 陳老先生一會兒就要到 我我會去 小王爺? 你 小王爺 無思議 你 你 我買了 我買了 你 我買了 你 我一直等待还是没有改变 你眼中对我的敷衍 如果可以只要一点点 存在你心里若有似乎 牵动我的眷恋 爱上了你只有一秒的时间 痛苦却还没有多少指点 何时再何时下约再离开之前 看风也飘落在你身边 我爱的脸 是人粉发香上的动力 几个月前,我只是一个乡下 小伙子,否则多虑龙老爷 我也不会有今天 人的胆量是在实践中慢慢壮大的 明白吗? 是,龙老爷 九姑娘,帮我拿热包来 好,马上来 阿彪,要一个热包 好 谢谢你 姐夫,热包 谢谢 谢谢 你以前的肩膀是不是伤过了? 没什么事 我想是天气变化,舊幻伏法而已 对了,九姑娘,给我拿些油甘叶来 九姑娘 给我拿些油甘叶来 好啊 小姐,赞老爷,这次不得了了 什么事?南香 刚才我送发给唐大夫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围在他家门口 好像有事发生似的 有这样的事?我去看看 阿花 是 跟我和你和阿叔,夫仔脱脱一样 好 我们走 好 走吧 怎么会这样的? 展哥,小心点 唐大夫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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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救命啊 救命啊 唐大夫,你怎么了? 唐大夫,坐 你们看 他现在在家里面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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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什么? 你们恃笑一个人过去 你们会觉得很开心吗? 你们知道吗? 唐大夫不知救过你们多少人 现在你们取笑一个帮过你们的人 你们不觉得周子吗? 你们知道吗? 唐大夫的脾气虽然是怪怪的 但是他对佛山始终是有贡献的 你们今天这样的态度 我对你们真的很失望 看我 我通過了 我通过了 那个我通过了 對不起, 唐大夫 梁師父 唐大夫 很感謝你 以前是我誤會了你 梁師父, 以前是我不對 唐大夫, 你千萬別這麼說 唐大夫, 那不如我們回贊生堂 再打算吧 梁師父, 好了 事實始終是事實 震東, 你是時候退隱了 師父, 喝這麼多酒, 身體不好 我替你泡一杯心茶 你喝一下 你泡茶給師父, 用一隻手指來看給我 你泡茶給我 站住 你別以為自己 跟我學了兩三天的三腳貓功夫 就以為自己很厲害 你泡茶給我 你有武有益, 搶我的胃子 你這叫做欺師滅祖 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徒弟 我今天就算殘廢了 我今天就算殘廢了 我已經要打醒你 阿满 key 救命… 阿满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徒弟 你打我 的… 你…你忍不住報應 什麼事這麼吵 救命, 你跟我過來 是 龍老爺 救命, 來 他只是遇到風寒, 要戒口 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阿財, 阿財 約, 麻煩你 阿財 老爺, 有什麼事? 今天初一, 我想拿點錢 好, 你早就準備好了 走開, 不要阻礙 等等, 你沒什麼事? 霍師傅, 你現在是老闆身邊的第一紅人 以後有什麼事記得關切小弟? 行了… 真是龍油淺水, 遭蝦系 古諾平壤, 遭蝦系 胡大哥, 這邊請 好 龍老爺, 胡大哥來了 龍老爺 我問, 對付唐侍元的事 辦得怎麼樣? 對不起, 龍老爺 失敗了 為什麼? 我猜不到梁綻突然出現 把唐侍元救了 現在還收留他在鎮生堂 梁綻? 又是這個梁綻? 看來這個梁綻一日不脫 我們就沒有教好份 龍老爺, 要對付梁綻 這個梁綻的武功這麼高 我們又怎麼能對付他呢? 所以我們不可以跟他有正面的衝突 只有等他的弱點徹底暴露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下手 梁綻的弱點? 龍老爺 鎮東, 你找我有事嗎? 我想跟你單獨聊聊 告明, 幫我送胡老爺出去吧 是, 龍老爺, 那我先走了 好 胡大哥, 請 鎮東, 來 鎮東 找我有什麼事?你說吧 龍老爺, 我已經休息了一段時間 傷勢已經康復了 所以今天看看龍老爺你 有沒有要我幫忙而已 那你的手的傷已經康復了嗎? 康復了, 你看, 康復了 動得很好 好了…鎮東 鎮東, 做人不可以逆天而行 逆天而行? 天要你的右手從此殘廢 又高明他來取代你 那也算是順應天義吧 鎮東, 你何苦逆天而行呢? 龍老爺 那個高明是我徒弟, 論功夫和經驗 我總是比他好 龍老爺,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一定可以證明給你看 我是比他的強的 你不相信我… 好 鎮東, 天要下雨, 梁要嫁人 無論你多不禁心… 很窮的龍敏 在我七歲那一年 他得到一個急病, 死了 是嗎? 唐大夫, 你的這麼高明的醫術 是跟誰師父學的? 我有點不舒服 這些字扁 字扁… 唐大夫… 你要人吃飯, 千萬不要暴露你的身分 小堂子,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這個要求? 小堂子不會辜負太醫所託 一定會全力照辦 小堂子,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 真的想不到 這個佛山明義以前的身分 竟然是前朝太教 老公, 一直也有傳聞 皇宮裡面太醫的醫術心得 自從清朝滅亡之後 我想一定落在唐氏元手上 高明 你覺得我應該用什麼辦法 來對付這個前朝太監呢? 龍老爺, 我不敢亂出主意 龍老爺, 唐氏元的事就交給我去做吧 胡老弟, 你有辦法? 收了你的錢, 我一定會幫你搞定 唐氏元在佛山這麼多年 深居簡出, 很少跟別人接觸 我想他不想讓其他人知道他的過去 龍老爺, 我想到一個辦法 可以逼他出來的 好啊 胡老弟, 那這件事我就拜託你了 好, 那我馬上去做吧 龍老爺, 胡文信不信得過? 信得過? 好啊 高明, 你這麼勤奮為我賣命 為了什麼? 為了小翠 還有實現我很多目標 目標? 回鄉下, 養雞餵鴨的下半輩子 養雞餵鴨的下半輩子 這就是你的目標了 我不知道你有否想過 其實你可以得到, 比你想要的更多 更多? 是 我記得我曾經跟一個人說過 永遠都要把目標 定得比自己需要的更高 你想要一間屋嗎? 你就在心裡跟自己說 一定要一座別墅 你這種貪心 就是 太多的煩惱 都來自掙扎 太多的小李曾當 讓我不敢隨便微笑 什麼技巧 才能讓我一個小小 年頭單純如同藥 我知道這樣不和誰比較 你一個玩笑 煩惱就一筆夠小 我不是狗心到腳的材料 你一個玩笑 我寧願什麼都不要 心有未了 愛恨難了 我沒有絕招 只有命一條 我都不了 一了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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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假裝盡 只要真逍遙 我要公道 天空地道 付出值多少 回報不重要 我要公道 沒有公道 糾纏的感情 難道能夠挑戰走擁抱 快… 來吧 唐大夫 唐大夫 早安 早安 那姑娘, 辣香 早安, 這些又來了? 是呀, 唐大夫, 你忘記了嗎? 昨天我們答應過你 以後拿一些好吃的東西給你 這些是你們替我做的紅油炒手 是呀, 辣香知道你喜歡吃辣的 還加了很多辣椒 狗姑娘, 我當初只為你們 只是為了要我幫娘撐手 才幫我煮好吃的菜 沒想到你們真是這麼受信用 唐大夫, 當然了 我狗姑娘是最講信用的 好… 不如你們也坐下, 我們大家一起吃 好… 坐 辣香, 你也坐 唐大夫叫你坐, 你就坐吧 是, 小姐 我坐下, 走 蘭香的餡料已經做了很久了 是不是?蘭香 是呀, 皮一定要薄 這樣入口才會鬆脆 請 唐大夫, 你來佛山, 定居大概有多久了? 差不多有十年時間了 你來這裡之前一直都是京城? 自從我十四歲離開之後 就一直到現在都還沒回京城 這幾年來, 我四處奔波 都是靠行醫維持生活的 近幾年才安定下來的 唐大夫, 你的衣術這麼高明 一定是展成副業了 那你的爹, 也一定是毀明醫來吧 不是呀, 我爹是個很好的